四年前提到越野很多人定义印象估计是大气和木板 但是因为价格昂贵 所以使越野成为很多人想也不敢想的信息体验 但是从四年前开始 长城把这一爱好的成本打下来 让更多人能接触到越野 很多人看到它并不陌生 因为它当时绝对是红极的意识 从定车到真正拿到手 整整需要三个月 但它出色的绝对不是价格那么简单 今天带你详细的了解 长颗算白 外观上充满了力量感 风筝之间还多了圆润的设计 既有硬派越野的元素 还不识时尚感 怎么样是不是一改往日 我们心目当中那种方方之正有棱有角的感觉 所以说它的出现 不仅是拉低了门槛 更是重新定义了外观 不过呢 被重新定义的可不只是外观 撤有它的内饰 走 就很难想象一个越野车能够有如此奢华的内饰 双铃印记屏 全皮股包裹的内饰 别具欲格的挡杆 所以这件空调的出风口就进行了进行的 你说它像个粗广的汉子吧 它有的时候内心又细腻性的小姑娘 这种反叉感恰恰满了当下年轻人的既要优养 既要越野的性能 又要奢华配飞的体验 但天气靠这些肯定是拿捏不住年轻人的位的 真正要靠的还是它的硬实力 越野性能 这就不得不及到它跟大机一样效果的三马索 坦克300三马索通过分十四驱 将前后桥的差速器锁止之后呢 达到前后轴转速相同的目的 从而呢面对一些坑洼路面 一些沙米亚都能平稳经过 虽然呢原理跟大机的不一样 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好 然后这个33度的接近角呢 和这个34度的离去角 也会大大提升越野的通过性 包括这个坦克转弯 如行模式 也会带你解锁更多地形和可玩性 另外呢通过一些崎岖上路 你也不需要自己控制 它有越野续航模式 会帮你非常轻松的通过飞崩转路段 同时呢 还有360度全新影像 帮你规避思路的风险 可以这么说啊 它的出界不仅是降低了越野的难度 更让更多新人通过驾驶辅助 更好的体验到越野之上乐趣 话说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出现 这个如此爆火的原因啊 价格肯定是一方面 而更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价格下面 它有更好的品质 以及更好的越野体验